第311集 基因祖师吏翅偷听的人 他的声音有些尖利充斥着杀意 看来恼怒一场 韩丽心中一惊 下意识地认为是玄谷被发现了 吴老弟何必如此动怒 清某只是无意中遇见而已 只见一片青涩霞光闪烁 在数十帐外的虚空处 一个一身如山的老者 无端地出现在了那里 并笑眯眯地瞅着基因祖师等人 竟是和基因祖师有些相熟的 那位清义居士 清道友 你跟踪吴某 这哪是什么跟踪啊 清某只是到处闲逛转转 远远就看见吴道友和这位小兄弟在谈些什么 就飞过来想打个招呼而已 没想到惹得道友如此的不高兴 早知如此 清某绝不会如此的冒失了 随后 他也不管听了解释之言脸色有些发白的基因祖师 就瞅向下方的血液蜘蛛 哎呀 这就是血液蜘蛛啊 真是难得的灵兽啊 听以前的先辈修士分析 此灵兽好像是取纳须天鼎的最佳灵兽之一 成功几率远在你的火莽和万天明的金丝残之上 被戳穿心思的基因祖师此时是恼怒之急 神情也更加阴沉起来 这位 就是吴老弟一直挂念的那位后辈吧 老朽同样喜欢提携有胆识的年轻人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摆入本人门下 清某可还未曾收过弟子呢 庐山老者的目光从血液蜘蛛身上收回后 就在韩丽身上转了几圈 眼珠一动 说了一句让基因脸色铁青 含力恶然的话来 书晚辈为图 清道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开个玩笑而已 基因老弟何必如此紧张 我若真收下了这位小兄弟 恐怕道友就要和在下拼命了 不过 若是蛮胡子知道这里有一只血液蜘蛛的话 不知会不会有同样的想法呀 轻易居士的这话让基因祖师神色烧坏 但一听对方提到蛮胡子 又大感头痛 按照我原先的打算 我是想将这血液蜘蛛先隐瞒起来 然后窜到其他人 先把正道修士赶出那店 或者干脆让双方都两败俱伤 随后再用火猛 装作无法取报成功的样子 给其他人看 而暗地里 我便偷戴着汗吏 用血液蜘蛛将宝物取出 如此一来 我就能一人独得徐天亭了 可万万没想到 我的精心打算 竟然被这只老狐狸给搅乱了 杀他灭口 我可没什么把握 况且即便有把握 我也不会轻易出手 毕竟还有万天明等正道的修士要对付 我不能让我方的实力太弱了 而现在老者一提到蛮胡子 基因祖师脸上的肌肉便更是抽搐了一下 蛮胡子脱贴魔宫的厉害 我当年可是深有体会的 即使我如今的天都失火小成了 也没有几分自信和他抗衡 万一蛮胡子真用了同样的借口 将眼前的小子收入门下 然后在取宝时硬要占了大头 那我还真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非是 基因祖师倒也现实得很 他一见不可能保住血域蜘蛛的秘密 马上开始想如何不在取宝中吃了大亏 此时他心中一动 脸带溢色地望向了老者 隐隐猜到了对方说此话的用意 卢山老者见基因祖师露出这种神色 也微微一笑 接着嘴唇微动地传声过去 怎么样 这个建议如何呀 行 我答应了 好 这就对了 下面你看我二人 谁收此人入门下叫合适啊 那就让他自己选择拜谁为师吧 这样也比较公平一些 老者听了此话后一震 露出一丝奇怪之色 但是稍加思量之后 就点头应允了 基因祖师见此 脸上是难得有些笑意了 随后他一转脸 低头冲地上的韩丽 淡淡地说道 你想必也已听到我二人的谈话了 你的血域之珠 是我们此次取宝的重要之物 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的 至于你 以为因你是灵兽的主人 我便不敢杀你 那就大错特错了 本祖师会一种炼制灵师的方法 大不了到时我将血域之珠杀死 将其炼制成妖师就是了 只是这种做法 会让血域之珠的修为大减 我到逼不得已的时候 我是不会如此做的 你若是害怕事成后 会对你不利 我二人都可将你收入门下 那就是一家人了 真取到了宝物 也会算你一份的 我看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如何选择了吧 吉音祖师不动声色地说了 一大堆半威胁半诱惑的话来 韩丽听后神色为之一动 仿佛有些心动的样子 可实际上 韩丽心里正暗暗地叫苦不迭呢 自从这青山老者现身后 就是真让蜘蛛自保 估计也会被对方抢先制住了 而我只要有一线生机 也不会激怒原因修士选这条死路的 不答应 看来是真的不行了 韩丽想了想 刚要开口时 耳边忽然响起了轻易居士的传声 韩丽 老朽平生从未受痛 并且 离大县也没有多久了 若肯败入我的门下 我的衣钵 法宝等一切东西 自然都由你来记账 这样的美事 可不是在什么地方 都能碰上的 韩丽听了 即使明知对方所言肯定是水分不少 但是心中还是不由得一动 但没等他细考虑一下 另一只耳边则响起了 吉音祖师那低沉的声音 小子 我不管青老怪给你许下了什么条件 但我要提醒一下 这老怪可是散修出身 平时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除了独占一座荒岛外 根本没有任何身外职务 就是他把一切都许给了你 你倒是也捞不到什么好处的 而我吉音岛就不同了 不但修士众多 势力庞大 而且作为本祖师的亲传弟子 在岛上的权势之大 更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不管是孟美的女修婢女 还是珍惜的炼丹炼器材料 本祖师都可以任你挑选 而我看你和妙音门的子灵丫头 走得到底近吗 是不是对她有什么想法 这个也好办 只要你拜我为师 我便可以将其抓回吉音岛 送予你做双修的补帝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吉音祖师倒是直接得很 一口气开出了众多的条件 直说的韩丽涌上嘴边的话语 又给咽了下去 可这还不算完 颜骨的声音竟然也插入了进来 韩小子 你败入我那溺途的门下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寻找有力的实际 将其灭掉 不要忘了 将九曲灵神炼制成丹药的配方 只有我一人知道 你最好还是照本上人的话去做 否则 韩丽听后啊 心里是直翻白眼 这三位明显都是各怀鬼胎 可他夹在中间 一不小心就要倒大霉啊 按照我的本意 若真要败入谁的门下 那自然是选那如山老者了 虽然这位没什么好东西给我 但最起码 不用牵扯到这么多是非中去 至于吉音许诺的丹药 美女 功法 我自然不怎么看尽眼中 可现在玄谷一传音过来 我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凝结原因 这可是我在仙道之路上的下一个目标 虽然看起来还很遥远 但这丹方 我是一定要弄到手的 想到这里 韩丽闭上了嘴巴 低头沉吟了起来 片刻之后 韩丽脸上的神情是变换了数次 终于开了口 在下久闻吉音岛的大名了 以后就请吴前辈多加指点了 好 韩丽 本祖师现在就先说你做记名弟子 以后回到吉音岛 再正式举行拜师一事 这件玄音环 是老夫早年得到的一套古堡中的遗件 凡我门下亲传弟子 人人都持有一只 这既算是一件信物 也算是一件防身用的宝物 你好好保存吧 吉音祖师自然知道 趁热打铁的道理 当即就从自己手指上 取下一枚黑灰色的指环 扔给了韩丽 韩丽有些意外地接住了 宁神细望起来 此指环和普通的戒指差不多大 但是这上面骨色斑斑刻有一些神秘的符文 并且隐隐散发出青蓝色的幽光 一看就知不是凡物 韩丽心中一喜 耳边却传来了玄骨的讥笑之声 玄烟魂 这逆陀还真会将老夫的存在抹杀的一干二净 这明明就是当初老夫赐予他的阴阳环古宝 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 此阴环虽然的确有护主克敌的功效 但是却被他身上的一枚阳环所克 当时若要用此物来对付他的时候 只能是自询死了 韩丽听了这话 表面上没露出什么异样 仍是恭敬地向基因祖师拜谢 但心里却不禁叹了一口气 唉 在心机如此深沉的基因祖师身边待着 可真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现在我就寄希望的玄骨 真的有办法置基因于此地了 现在的我 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谁让我实力不如别人呢 现在和徐天殿的任何一位 袁英奇修师正面对抗 我都只能是被击杀的下场 我只不过一时好奇 想跟随玄骨探究一下 手里的残土的秘密 怎么就会莫名地一头 扎进了袁英奇修师的人堆里 还落到这样 被他们盯上的下场 韩丽有些恨恨地想着 但是面上啊 还是要抢做出高兴的模样 第三百一十二集 见韩丽收起了玄银环 并且对自己也恭敬有加 基因祖师是极为高兴 当己和一旁的老者 商量几句后 就让韩丽跟他一起动身回去 现在一整天的时间也过得差不多了 他们若是再不赶到大峡谷 恐怕就永远进不了冰火道了 于是 韩丽将血玉蜘蛛收起后 几人腾空而起 向天边飞去 在路上 锦祖师和颜悦色地和韩丽说着话 并且主动指点一些 韩丽在修炼上的谬误 韩丽听后啊 还真是感到受益不少 唉 这修炼路上有人指点和无人指点 还真的大不一样啊 一旁的乌丑见了此目 脸上不由地带了一些杏杏之色 虽然极力地掩饰 但是韩丽还是窥视到了 他那强烈的敌意 韩丽心里有数 但是故作不知的是为家理会 四人飞行的速度极快 数个时辰后 几人就到了一座 高达数千丈的巨山跟前 此山高大险峻 全都是青黑两色的巨石 整座山峰自中间处 鬼斧神宫般的一分为二 一直列到了巨山的根基所在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峡谷 但更诡异的是 此山峰分裂的中间部位 界限分明地闪烁着红蓝两色的一光 它们分别照住了巨山的半边部分 远远看去实在是妖异之际 而山峰下的大峡谷入口处 此时正有三十余名 衣衫各异的修士在那里静坐着 人人神情凝重 仿佛在等着什么似的 紧等一看人 便慢慢地降落在了人群中 韩丽目光略微一扫 就发现了袁瑶也混在人群中 只是此女一见韩丽和吉音祖师等 袁英妻魔道修士混在了一起 满脸的惊恶之色 她见韩丽望过来 竟有些慌张地转手躲避起来 不敢和她对视的样子 韩丽心里微微一霜 隐隐地似是明白了什么 于是便二话不说地收回眼神 臭向他处 没看到紫灵仙子和那位青年男修啊 看来他们是不会来闯冰火道 而是打算直接返回原处了 在这里盘坐的修士 虽然脸上带着肃然之色 但是个个气定神贤气度不凡的模样 就是修为也大多比韩丽要高深得多 韩丽看完之后 微皱了一下眉头 因为那其他几名元英妻修士 一个都没在 吉音他们倒是回来得最早的一对了 韩丽正想着呢 吉音祖师便找了一个地势较加的地方 盘膝坐下 乌丑则自动走到了其一侧 打坐起来 韩丽 你在老夫身边休息一会儿吧 韩丽其实并不想接近吉音祖师 但听到此话后 他也只能在对方的注视下 硬着头皮硬了一下 然后几步上前去 在吉音祖师的另一侧坐下来 这边韩丽刚坐下 远处的天空便传来了破空之声 万天明等三位元英妻修士 从天而落 他们望了一眼玄谷和轻易居士 就冷笑着另找一处地方聚在了一起 并低语起来 不知在商量什么隐秘的事情 哼 吉音祖师见字情景 鼻中轻哼一声 随即就闭目扬起神来 一顿饭的功夫 陆陆续续便由五六位修士飞顿而来 其中 新宫的两名白衣长老 也若无其事地赶到了此地 现在唯一没到的元英妻修士 也就只有那位蛮胡子了 众人又等了半个时辰 仍是不见蛮胡子的踪迹 这下 万天明等人 便朝吉音这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而吉音和那如山老者 却仍是一副神色自如的样子 韩丽丽他二人较劲 却隐秘地发现在他们从容的面孔下 隐含着一丝焦虑 看来缺了蛮胡子 这两位魔道老怪 也自知不是正道修士的对手 心里也有些担心了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就在韩丽和吉音等人都无法安心 而正道修士的目光越发不善之时 天外传来了一声洞穿金石的力笑之声 这笑声如巨浪滔天 一波比一波高昂 一波比一波凶猛 直阵的盘坐的所有修士都面入骇然之色 吉音祖师和如山老者一听此声 脸上却同时显出了轻松的神色 并且相视一笑地互望了一眼 看来蛮胡子的心情不错 应该是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在这里能有什么意外惊喜 顶多是寿元国采摘得比较顺利吧 那如山老者听了微微一笑 正要再说些什么时 远处的天边闪出了一团金黄的光球 刺光球如同天外流星一样的狂笑而来 眨眼间就到了众修士的上空 老者马上闭口不言了 韩丽眼中是一光一闪 望着光团中的人是暗暗心惊 其实又何止是他呢 其他第一次见脱天魔宫生威的修士 同样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因为那在金色光团簇拥下的蛮胡子 形象实在是太诡异了 仿佛妖神一样的 让人望而生畏 此时的他不但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刺芒 裸露出衣衫的手足以及脸面上 竟然生出了密密麻麻的 铜钱大小的金色鳞片 这些鳞片有如赤巾打造的一样亮丽 并且流转着森然的寒光 让人一看就知其坚固无比 仿佛是永不可悔 这就是脱天魔宫 好像真的很厉害 那在吉阴老祖另一侧的乌丑 似乎已被蛮胡子的形象给震害得不清了 只不过是个乌龟壳而已 玄音大法修炼到了至高境界 也并不弱于脱天魔宫的 这时天上的蛮胡子用俯视的目光略意巡视 立刻就忘记了吉阴等人 当即是毫不客气地直坠而下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震得附近的地面都轻微地晃动起来 随后 蛮胡子就落在了吉阴等人的身旁 身上的鳞片迅速褪去 金光也暗淡下来 渐渐消失了 看来蛮兄 此次的收获肯定不少了 否则也不会兴致如此之高 未等蛮胡子开口说话 如山老者就含笑地一抱全说道 哈哈哈哈 是有些收获 我在那寿原果树附近 击杀了一只冰雪蝉 此妖兽的内丹 对我的脱天魔宫 可是大有益处的 那蛮胡子 似乎还未从兴奋中恢复常态 一见老者询问 竟是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 这倒是大大出乎了 吉阴等人的意料 竟一时之间 不知对方所说是真是假 面面相去了起来 那真是要恭喜蛮道友了 若是脱天魔宫 还能有所精进的话 想必蛮兄和双圣及六道 都有一战之力了吧 恭喜蛮道友 蛮胡子听了 黑黑一笑 再想说什么时 却双目一瞪的 盯在了韩力身上 接着 他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 目中一光一闪 一股惊人的气势 一下就爆发了出来 手当其冲的韩力 瞬间觉得身上一紧 接着四肢便如坠千金般的 竟无法再动弹分毫 最令人惊骇的是 在对方目光的注视下 他竟然有了一种 身心皆被看穿的 冰寒感觉 韩力脸色沙白呀 不加思索的便将大眼觉 自行流转了起来 一下便将心身牢牢护住 最后 他脸上才恢复了一丝血色 渐渐觉得身体恢复了正常 嗯 那蛮胡子不禁诧异了一下 但随即 脸上便露出一丝惊喜之色 正想再有什么动作时 基因祖师却身形一闪的 挡在了韩力身前 蛮兄 你这是何意 为何以大欺小地 对小徒出手啊 小徒 哼 基因 你存心戏弄我不成 除了乌丑那小子外 你在徐天殿中 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位徒弟来 哦 蛮兄你误会了 这位韩力小友 今日才刚刚败入了 乌道友的门下 道友不知此事 也是很正常的 现在的韩力 对我们可是重要无比 自然不能有什么插错 基因 你在这里收徒了 我没有听错吧 蛮胡子还是有些惊讶 随后又打量了韩力两遍 虽然只是记名弟子 还未正式举行拜师一事 但这位韩小友 现在的确是基因岛的人了 还望蛮兄手下留情 蛮胡子眨了眨眼睛 看了基因祖师和那如山老者一会儿后 再看了看韩力 忽然便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你这个徒弟收得确实不错 别的不说 最起码神识 就比你那孙子强上数倍 若是精心培养的话 大有可为啊 哈哈哈哈 大有可为啊 基因祖师和如山老者听了此话 莫名其妙地互望了一眼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满兄此话是什么意思 哼 没什么意思 你这位记名弟子不错 有没有兴趣让给我 我觉得这小子 可能更适合修炼我的脱天魔功 满兄说笑了 韩小友才刚拜入基因门下 怎可随意地转让 道友 一定是玩笑之言 哼 不愿意让就算了 真叫我收徒弟 我还嫌太麻烦呢 不过 清道友 我是打基因徒弟的主意 你这么着急上火干什么 莫非这小子身上 还真有什么说不得的事情 此话一出 老者便神色为变 但马上啊 便神色如常地 忘了 第 三百一十三集 轻易居士 神色如常地 看了一眼 吉因祖师 吉因祖师 见此情景 同样脸色略变 但是沉默了一会儿后 就平静地开口道 蛮兄既然心有疑惑 五某也就不隐瞒了 小徒对我们此次内殿取宝 可是大有用处 要是他有什么得罪倒有的 还望蛮兄手下留情 得罪 我根本不认识这小子 有什么得罪的 我刚才只是细看了一下 发现他的功法 好像有点意思 想出手试一试罢了 倒是他 因为杰丹旗修士 能在内殿派上什么用场 你们不是拿谎话 欺瞒我吧 听了这番言语 吉因皱了皱眉 他愁愁一下 对那如山老者示意了一眼 轻易居士见此时微然一笑 嘴唇微动地 向蛮胡子传音了过去 蛮胡子见二人 鬼鬼祟祟的样子 一开始还露出 几分轻蔑之色 但是当多听了几句 老者的传音后 他神色骤然一变 有些吃惊地 望向了寒厉 急着 他也用传声之术 向老者问了几句什么 然后才露出恍然大雾之色 脸上阴寒下来 吉因 我说你怎么会 莫名其妙地收起了徒弟 原来他竟然有 哼 你打得倒是好主意啊 蛮凶何必生气 要是你遇到了此事 恐怕也会用相同的手段吧 况且我二人现在既然将此事说了出来 就没有吃毒食的意思 此次取宝 还是要倚仗蛮凶才是 这倒是实话 没有我出手的话 恐怕万天明那群伪君子 连取宝的机会 都不会给你们 不过 丑话说在前面 万一真要是取到了宝物 你们打算如何分配 我们 按人头分成四分如何 包括韩小友在内 一人取一份 清衣 你觉得本人 是这么好红片的吗 死人平分 亏你想得出来 到时候 万天明就由你对付了 反正我们几人拿得一样多 满兄别生气 这点 的确是清某所想有点不当 那满兄觉得 如何分配才妥当 你们拿多少 本人不问 但是宝物 我必须取走一半才行 毕竟 那万天明一人 就可以让你们二人够呛了 我要应付此人 拿走一半 并不算多 满胡子此话 并没有让吉音和老者 露出吃惊之色 显然 对方的狮子大开口 已经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了 一半 满兄的胃口 可实在太大 不要忘了 没有小徒的帮助 我们能够成功取宝的几率 便低得可怜 我徒弟 总要多占一分吧 哼 他一个结单期的修士 也配合我们一起分吧 他若只是个散修 自然没有资格分那虚天顶中的东西 但是既然成了我吉音的徒弟 那当然应该有他的一份 吉音祖师这次没有退让的意思 满胡子文言脸上立色一闪 正想再说什么事 一旁的老者 却抢先说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这样吧 两位道友也不用再争了 不如到时将宝物分成五份 满兄取两份 其余之人取拿剩余的三份 这样总算公平了吧 这话一出满胡子正了正 摸了摸胡子就默然不语了 吉音祖师则立刻表态了 这个条件 吴某可以接受 就是不知道满兄意下如何 好吧 虽然满某还不算满意 但总比刚才强一些 满胡子已经看出来了 吉音祖师和那老者已成联手之势 这个条件 恐怕也是二人的底线 如此一来 他自然无法过于强势了 就在魔道的老怪们 对还未取到的宝物 就开始分赃之时 另一处的万天明等人 也在隐秘地商量着取宝之势 万门主 你的金丝残 有几分把握取出那徐天顶啊 以前想取此顶的前辈高人 可也不少了 但从没有一人成功过 我们恐怕 也空欢喜一场啊 放心 原本光是我那金丝残 把握的确不大 但是我们先前 不是还寻到了天青花吗 只要在取宝时 我拼这金丝残不要了 到时给他们服下此物 我们最少有三四分的机会 可以成功 这个几率已经很高了 这个道理 贫道也知道 只是一想到此事 还是有些心神不宁 惭愧啊 看来贫道的修为不足 心境 还是要多加磨炼啊 徐天顶这等宝物 就是天星双圣 那两个老怪物 同样也会牵肠挂肚的 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我等只是修炼之事 并非真是无欲无求的神仙 不过万门主 你看那些魔道的家伙 好像正在鬼鬼祟祟地 说着什么 这群魔道之人 不会有什么诡计吧 此次 我等宁肯不要徐天顶 也绝不能让他 落住魔道之手 毕竟那基因祖师的 一种火蟒 也是有可能取到 此宝的灵兽之一 万门主所说即是 若是魔道得到此宝物 魔焰自然更加高涨了 而现在 正是星宫那群家伙 实力最弱之计 我等绝不能让魔道 替代了星宫的位置 统治了乱星海 万天明非常的满意 正想再说些什么时 巨山的方向忽然红蓝两色的光芒大盛 靠近峡谷入口处的山壁 在一阵地动山摇中裂开了两个狭窄的通道 看样子应该是直通入峡谷的内部 两个通道入口处的外面 还各冒出了一块高约三四尺的石碑 一个写着玄京道 一个写着熔岩路 等几个古文字 顿时便有些离得最近的修士 抢先一步走了过去 但是在熔岩路的通道外 人尚未进去 就有一股让人头晕脑胀的炙热之风 迎面吹来 让人立刻是口干舌燥起来 而玄京道的外面 则有白色的冰寒之气 从里面不停地冒出 并且隐隐有利风狂笑之声 让人看了就心生寒意 韩丽 我们走吧 回头在冰火道的尽头处在集合 我虽无法亲自带你过关 但给你一两件 预寒取暖的宝物 还是能做到的 即因祖师一见这两条通道出现 便精神一阵地站起身来 一转脸 对着韩丽 关心至极地问道 在过鬼屋时 我便听子灵仙子 说起过这冰火道的事情 只要一踏进了通道 人就会立刻 被禁止传送到大峡谷 各个御舍的位置 因而 能够和他人传送到一起的机会 便很低 所以对方才会说出这般话来 我走熔岩路吧 我身上正好有一件屁火衣 也许能起点作用 那好 此物你收好吧 以你的修为 有了这些东西 果关应该不成问题的 金祖师毫不犹豫地 从厨物袋中摸出了一块 蓝汪汪的玉佩 递给了韩丽 而那蛮胡子 也无意中看到了此目 真没想到啊 基因你这么小气的人 竟也难得大方了一次 这不是你那件 很宝贝的白西配吗 小徒修为尚浅 本人作为他师父 自然要多加照顾了 这件白西配 虽然也算珍贵 但我要走那玄京道 留着此物无大用 倒是我记得 蛮凶好像也有一件 寒冰珠 不如一起暂见小徒吧 想必道友 不想让小徒 在魏晋内殿前 便出什么意外吧 在魏取出须天鼎之前 本人自是不会 让他轻易地死去 这件寒冰珠 是我早年击杀 一只寒礼所得 小子 就先便宜你了 说完这话 门胡子从身上摸出了 一颗白萌萌的温润圆珠 五指般大小 抛给了韩丽 韩丽心中一喜 结果此物后 便称谢其声 虽然知道这二位 给我这般宝物 完全是因为 血雨蜘蛛的缘故 但可以让我在 通过容颜路史 安然无恙 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韩冰珠和蛮胡子的 白西佩 虽然同样闪着白光 但是此主意拿到手后 就有一股 洞彻肌肤的寒意 让韩丽机灵地 打了一个冷战 急忙将其心 收进了储物袋中 这可和白西佩的温良出感完全不同 看来是更生玉佩一筹了 庐山老者见了紫木 黑黑一笑 便身形一闪地 先进入了玄境道中 其他的修士见此 也纷纷按照早已选好的通道 进入了峡谷 只是片刻的功夫 通道前的重修士 就少了多半了 韩丽 你先进谷吧 数日后 我们在峡谷尽头的 传送阵见面 韩丽自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他应了一声后 人就像竖着 熔岩路的石碑的通道 走去了 不过 在走进去之前 韩丽还是神色如常地 将四处扫尸了一遍 那玄谷老魔镜至今还没有露眠 难道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独自溜走了不成 人心难测呀 难保玄谷一见基因失大 便又改变了主意 不过若是真的出现了此事 我也会绝不客气地将老魔的底细 在不妙时机拿出来当作一个筹码 用来保命 正当韩丽有些恨恨之时 玄谷从容的声音忽然在他的耳边响起 不要东张西望了 我现在就隐匿在附近 只是没有现身而已 你好自为之吧 过了冰火道 我自会和你联系的 说完此话 玄谷的声音便再次不见了 韩丽听后总算是放下心来 便大步地走进了通道之内 第314集 一鼓鼓热风顺着通道是迎面吹来 让刚刚踏进的韩丽 马上就有了身处热炉边的炙烤之感 韩丽皱了下眉头 宁神向前方望去 这通道只有两张来告的样子 但前面隐隐溢出的刺目红光 却让人有些触目心惊 韩丽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 森染的目中一闪后 当即是一步步走去 每一步迈出 他都感到周围空气的温度似乎就高了一分 二三十步走过后 韩丽就再也无法向前了 因为周围的高温 外加时不时吹来的一两股热风 都让他脸上的肌肤 阴阴有些生疼 韩丽犹豫了一下 先在身上释放了一层水属性的护照 顿时蓝莹莹的光滑便将韩丽照在其中 他感到烘烤的炙热感马上大剑了 随后他单手王储戴上一拍 一道青光飞出 正是那件闭火宝衣 韩丽不假思索地将此物穿在了衣衫里面 顿时一股良意从宝衣上传出 让韩丽精神一震 继续迈步向前 十几步后啊 他眼前漠然一亮 一道鸿蒙蒙的光臂挡住了屈辱 韩丽这次只望了光臂数眼后 就一头扎了进去 我听身后有脚步声传来 看来是有其他修士也走了进来 我可没什么兴趣和其他修士打什么照明 在炫目红光中的一阵头重脚轻后 原本消失的高温就如同密袭的怪兽一样气势汹汹的狂涌而来 让那水属性护照的蓝光闪了几闪 马上就摇摇欲坠起来 还未从头晕中恢复常态的韩丽世吓了一大跳 身上的灵力急忙狂有而出 这才重新稳定住了护照的状况 赤红的山石 黄红的土地散发着红光的草木深红而模糊的天空 一切都是火一样的颜色 站在护照内身上穿着壁火宝衣 那种几乎空气都在燃烧的感觉 韩丽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阴沉下来 若是在这样的高温下 只待三五个小时 我就是不适用任何宝物 相比通过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根据紫灵仙子所言 在这第二关的冰火道上 所有修饰都是无法腾空飞行的 只能依靠双脚一步步地慢慢前进 如此一来 传送稍远一些的人 只有不眠不休地走上数天数夜 才可能走到峡谷的尽头 这可不是单靠修饰的修为 就能办到的事情 还要看 他们拥有的玉寒防火的宝物效果 而且这路上 恶劣的环境 并不是众修饰面临的唯一问题 峡谷内聚集着冰岩属性的天生妖灵 才是他们安然通过此关的最大阻碍 降闯此关的修饰 每次都有一小半死在这些妖灵手上 除此之外 在半路上被心怀不轨的人偷袭暗算 抢夺宝物 这也是立此冰火路上闭眼的一幕 抢了他人的防寒浴火宝物 就可让自己生存的机会大涨 想必一些快挨不过去的修饰 肯定也会毫不客气地出手的 韩丽在原地直直站立着 并没有马上行动 而是眯着眼睛 一边打量着四周 一边分析一下所知的信息 在想着些什么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 韩丽的神色动了一下 从怀内掏出了白锡配 将其挂在腰间 然后将蓝色的护照一收 玉佩的白光代替了蓝光 照住了韩丽四周 法力是一点不能浪费的 在这里打坐休息 那纯粹是自杀的行为 韩丽抬手望了望天空 勉强辨认出了模糊的红日 并且认准了方向后 便不再迟疑地上路了 前方除了一堆堆的乱石 和半人高的笔直怪树外 根本就没有什么道路可走 韩丽只能盘山的慢慢而行 简在火热的空气中走了一小段后 韩丽就被泛着妖艺红光的野草 从中给拦住了去路 他望了望这些诡异的草木 一颗蓝色水球 便从其手中飞射而出 积在了草地之上 结果那蓝光在触碰草木的瞬间 滋拉一声响 就化为了一道白色的水器 韩丽的神色是微微一变 他向草地两侧望了一眼 结果入木之处 全是这种怪异的野草 根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韩丽是愁愁了一下 一咬牙 便试探性地踩了上去 走了几步 当双脚一踏进野草堆时 韩丽总算是知道了 那熔岩路的可怕 这哪还是什么野草 分明就是一根根炙热通红的利剑 不但锋利无比 还附着着一股厉害的火焰能量 虽然有白喜配 及屁活宝衣的保护 没有什么大碍 但自大腿以下的真真刺痛 还是让我大有举步维艰之感 韩丽只走出了树杖 就不得不再次将水属性护罩打开 彻底将全身护住 虽然这样一来 法力消耗飞快 但总算让韩丽飞也似的 在草丛中急奔了起来 他不得已地施展开了罗烟布 只见一个蓝莹莹的鬼影 在刺目的红光中 东一闪西一晃 人就化为了一个小黑点 渐渐地远去了 补絮 是一名结单中期的 土火灵根的修士 他只用了三百年不到的修炼生涯 他便有了如今的修为 让他以傲视数片海域 而在当地声名赫赫 甚至附近的许多人都认为 他是乱星海近百余年来 最有希望晋升猿鹰期的修士之一 补絮本人也非常享受这种别人敬畏 羡慕的眼神和盛赞 可是自家的情况 补絮自己也很清楚 可也就是此灵丹 让他尝到了上古灵药的甜头 因此 他便早就瞄准了 这次的虚天殿之行 他还趁其他人不注意之时 提前高价收买了一只火龙虫呢 我要冒险闯下内殿 用此虫来收取那明镇乱星海的 顶级秘宝虚天殿 只要有了虚天殿内的诸多宝物 和那传闻的补天丹 想必我突破元英级 那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当补絮进入虚天殿 先后见到这么多元英级老怪的到来后 一下就犹如冷水浇头 心中是冰凉无比啊 不过既然来到了此处 不须也不愿意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 说实话 如果是鬼物 和最后一关的奇妙幻境 我还有几分畏惧的话 这冰火道 我便是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也从来没怀疑过 我是无法通过此关的 因为我修炼的功法 正是乱星海名气不小的太阳诀 这可是乱星海火系功法中 可挤进前十之列的顶级心法 我用此功法中的太阳真火 不知把多少敌人都化成了灰烬 送进了无尽的深渊 因此 对屁火之道 我自然是信心失踪 这么多年的修炼生涯 不须也不会自大的赤手空拳 就想过此熔岩路 他还是准备了两件防火的法器 倒不是他不想再多准备几件 而是为了购买那火龙虫 也让他几乎倾家荡产了 现在的补炼啊 已经后悔的肠子都要断了 我身怀太阳诀 且拥有这两件法器的辅助 想必过这熔岩路 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但一见入此地不久 我就发现太阳诀 虽然对屁火有奇效 但同样 我若不想在一时半刻内 被四周的高温烤成人干的话 就必须不停地让太阳诀 处于全力运行之中 这后我一开始想象的 只要一点点法力的消耗 就可以无视恶劣环境的想法 大不一样 在外面时 我只要运行一场的太阳诀功法 就可以完全回避 普通火焰的直接制考了 显然呢 这熔岩路散发的高温 和外面的反火可大不一样 补絮那两件闭火法器 在这种诡异的环境下 所起的效果 实在是有限得很 这让已经走了数个时辰的补絮 是心慌意乱了起来 照法力消耗的速度来看 虽然手上各抓一块灵石 不停地补充灵气 但顶多也只能再维持 这大半天左右的时间 我就会因法力枯竭而化成了灰烬 补虚自然不想就此兵挤而亡 于是他一边紧张地狂奔而走 一边四处不停地张望着 可是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让他想击杀其他修士夺取避火宝物的想法 也胎死腹中了 越是这样的向前奔驰 补絮的绝望之感就越发地强烈 在一连狂奔了一刻钟后 补虚终于停下脚步 目中满是焦虑之色 虽然有青灵树等法力加持着 但照这样的速度 我根本没希望冲到峡谷尽头 况且 我再奔下去的话 即便碰见了其他的修士 身上的法力也会严重地不足 到时 别说要击杀别人 别人一见我如此虚弱 恐怕反而会向我出手吧 不须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在原地来回走动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心里的各种念头和想法 也纷纷涌上了心头 他试图找出一条活路出去 默然 他抬手望了望深红色的天空 脸色便阴晴不定了起来 随后一丝决然之色在面上闪过 他身上黄光一闪 身形竟是徐徐地漂浮了起来 在此过程中呢 他双目眨也不眨 一脸的小心之色 当离地两三丈高的距离时 仍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让他不禁狂喜 这个高度 完全可以让我施法飞行了 我只要施展飞顿之术 那刀下过的尽头 岂不是片刻之间的功夫 补须强按住心中那绝处逢生的狂喜 他一掐发觉 身形化为一团黄光 就一闪即逝地从原地消失了 这时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刚刚飞出十余杖的补序 竟被深红天空中的一道银色闪电 给直接批中 他当即惨叫一声 身子马上化为了飞灰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从半空中掉下了两件东西 落在了一旁的草丛中 是声响全无 而在玄京道的另一处 吉阴老祖正悠哉地在一片冰天雪地上漫步而行 他身上黑光闪闪 一丝寒意都没有 偶尔有那精盈的怪兽 从冰下钻了出来 想要偷袭 但是瞬间一道黑盲一闪而过 他轻易地便将这些怪兽 给切成了两截 接着 他便又若无其事地 继续赶路了 两日后 熔岩路某一赤红的小山上 韩丽正正地望着前方 神色有些犹豫 我当日施展罗烟部 迅速通过了大草地后 就马上恢复了正常的行进速度 毕竟罗烟部对身体的负担 还是有些太大了 即使以我结丹后的强人身体 也无法持续太长的时间 后来 我又穿过一段极度危险的熔岩沼泽 那些看似石地 实际上全是熔岩的暗坑 通过之后 我都忍不住出了一身的冷汗 要不是我将那蛮胡子的冰寒珠 急早寄出 一掉进坑内 立刻就用此珠护住全身无碍 恐怕我即使不死 也早已当得皮开肉烂了 至于后面通过一片怪树林时 又被两三只盐灵兽给盯住了 同样让韩丽颇费了一番手脚 才得以安全通过 可这些地方都没有眼前的景象 让韩丽如此的震惊 因为在她的面前 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黑色沙漠 不错 黑颜色的沙粒 黑颜色的沙丘 这种诡异景象 自然让韩丽有些不安 不敢贸然走进去了 绕路当然是不可能了 这黑沙漠的面积实在太大 如果绕路而行的话 最起码要多耽误两天的时间 按照以前过关修饰的经验 通过此关必须在五日之内才行 否则 传送阵就会彻底关闭 困在里面的人 自然有死无生 而我估算 我只走到峡谷的中段了 若多耽误两天的话 时间还真可能会不足 我可不想冒此风险 毕竟 谁知道黑沙漠后面 还会有什么鬼东西在等着 说不定 耽搁的时间会更加地长久呢 韩丽望着眼前的景象是眉头紧锁 可就在这时 他神色一动 头也没回 他身形一晃 人就从原地消失了 这个时候 后方隐隐有什么声音传来 不久后 从小山的另一侧 慢慢走上了一位南修 此人是四十来岁的样子 面色焦黄 竟是在大殿中对基因祖师 为之如虎的那位南修 这时啊 他头戴一顶造型奇特的 碧绿色斗笠 手捧一只白色玉碗 在如此酷热的地方 身上还隐隐有寒气散出 可见 这两样东西都是非比寻常啊 这人一登上了山顶 就面带警惕之色的 四处打了个不停 仿佛在寻觅着什么 见四周空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后 他脸上的谨慎之色 是更浓了三分 我前不久 远远地向小山上瞅了一眼 好像隐约看见 一个人影在这小山上晃动了一下 怎么现在到了此处 那人竟然踪迹全无了 南修冷然地 再看了一遍附近后 便二话不说地 将两根手指 一下插进了玉碗之中 随即猛然一拔 一道白光 便随着他的动作从碗中飞出 化为一道圆弧 在他头顶上盘旋了起来 只听砰的一声轻响 白光在一阵颤抖后 竟然爆裂开来 如同天女散花一般地 化为了点点星光 将方圆数十丈的范围 全都笼罩在了其内 白光所落之处 在红色的地面上 凝结出了一层层的寒霜 可是四周却仍然是 一丝异常都没有出现 那男子见此 脸上闪过了一丝疑惑之色 这个地方 还真够邪门的 男子一边望着诡异的黑沙漠 一边低声喃喃道 同样有些愁愁的意思 不过他只考虑了片刻的时间 就袖袍一甩 一道红光飞射而出 落到了地上 黄花一脸后 一只火红色的狐狸式的小兽 出现在了原地 男子手指一弹 一颗绿色的药丸便飞了出来 那小兽一张口 就将药丸吞了进去 脸上露出了享受的样子 黄脸修士不客气地 往那黑色沙漠方向一指 冲小兽吩咐道 小兽当即四肢一用力 转身化为一道红光 往山下急奔而去 速度竟然是奇快无比呀 一会儿的功夫后 这酷似狐狸的小兽 就深入了黑色沙漠数十丈 但是 什么异状都没有发生 仿佛这黑色沙漠除了颜色之外 其他的 都和普通沙漠是一般无二 黄脸男子一脸的惊恶之色 显然这个结果 也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货本做好了 让这只红灵兽被灭的准备 毕竟此兽只是普通的一级灵兽 除了动作敏捷 嗅觉超长外 并没有什么厉害的能力 就这样挂掉了 我也一点不会心痛的 他紧皱双眉 死死盯着小兽在沙漠中来回飞奔了好几圈后 才一声口哨将红狐狸换回 让其奔回了小山 再次飞进了袖袍中 接着 那男子便神情不定地望着黑沙漠 漠然了起来 但是这次 他只是迟疑了一小会儿 还是双足一动地下了小山 向黑沙漠小心地走了过去 他不知道的是 在其刚刚走向小山一会儿 韩力的身形 就在一阵空气波动后 又出现在了山顶 刚才黄脸男子虽然大范围的施法搜索了一下 但是韩力以无名功法的联系术 外加上施展了罗烟布 是很轻松地就躲过了对方的攻击 让骑士一点迹象都没有发现 而韩力是很有自信 对方即使是结单中期的修士 但只要靠近对方后九柄青竹风云剑突然一起寄出 绝对就能一击必杀 让对方是形神俱灭 这也让韩力犹豫了好半天 不知是该立刻击杀对方将那一看就值价值不菲的两件宝物夺过来 还是让对方先在前面探一探路再说 当对方让那小兽在黑沙漠里寻了一圈 而丝毫结果都没有后 韩力就彻底放弃了出手的打算 未知的东西才是最危险的 还是让此人在前面替我开路再说吧 我可不信 这黑沙漠一点危险都没有 并且 我拥有的白西沛 寒冰珠已经足以让我屁火无碍了 我不急着要他的屁火宝物 那黄脸男子对无声无息出现在身后的韩力 是丝毫察觉都没有 他终于踏上了黑色沙力 走进了妖艺的黑沙漠中 一炸 两炸 男子的神色随着越来越深入黑沙漠中 是越发紧张起来 他早已用那斗笠放出了一层绿色护照 将全身护得是风雨不透 但是当他走进了沙漠内数百丈 还是丝毫问题都没有时 那男子的脸色便稍稍放松了一些 欢心了许多 按常理说 已经深入此区域这么深了 要是真有什么危险 也早就该出现了 韩力在后面望着男子渐渐变小的身影 面上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难道我真的猜错了 这黑沙漠只是看起来吓人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唉 早知道这样 我还不如早出手解决了此人 夺得那两件宝物呢 可就在这时远处是惊变突起 在黄脸修饰一高一低的踏出一步后 忽然 附近的黑色沙粒都无故的漂浮了起来 他们悬浮在半空中将那男子团团围住 散发着乌黑幽光 是无声无息显得诡异无比 男子也是经验丰富之人 马上将手中的玉碗往天上一记 大片的白光便从碗中飞洒而出 在绿色护罩外又多加了一层防护 而在这时 那些黑色沙粒瞬间化为了无数带翅的黑色小虫 铺天盖地地冲向了满脸骇荣的男子 男子一声怒吼 白光大盛吼 无数面巴掌大的冰盾出现在了四周 急速地旋转起来 形成了一股白色的飓风将它包裹在了其中 此刻 他已经看清楚了这些虫子的真面目 竟是一只只乌黑的飞蚁 只是他们的数量未免也太惊人了 足有上万只只多呢 黄脸男子脑中是急速转动 拼命回想着这些飞蚁到底是什么种类的虫兽 并且有着什么样的弱点 但是未等他想到之时 那黑色的洪流便已经撞上了冰盾所化的飓风上 劈劈啪啪啪之声是接二连三的响起 所有的飞蚁都被反弹了出去 飞出了数丈之远 男子见此不由的心中一松 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 可是片刻之后他的笑容就凝质了 因为那些被弹飞的黑色飞翼翻了几个跟头 就振振翅膀的又飞了过来 哪还有丝毫受伤的模样呢 这让他惊慌了起来 随后他便不加思索的一抬手 一把灰色飞刀便脱手而出 化为一道丈许长的惊鸿 是狠狠斩向了飞蚁群 飞刀刚一射出飓风 近万飞蚁翁的一声响便一拥而上 任凭灰光如何变化狂斩 那些飞翼竟然是毫发未伤 反而瞬间爬满了飞刀 将其团团困在其中了 那黄脸男子大惊失色的想要收回法宝 但是 已经迟了 群蚁中的灰光闪了几闪后 就被黑色洪流淹没在了其中 一口鲜血是脱口喷出 男子的脸色便煞白了起来 心神相连的法宝陨落 让他这位主人也元气大伤了 他不敢再迟疑 急忙催动着白色飓风 就往来的路上狂奔而去 只要出了黑色沙漠 我未必没有机会可以逃生 可是这时 那些黑色飞椅在吞噬完了飞刀残骸后 竟然停在了原地没有追他 做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他们在刹那间聚在了一起 一阵黑色异光闪过后 便化为了一把长约树杖的黑色长矛 在一声刺耳的尖笑中 那长矛破空射来 黄脸男子心里是一阵惊慌啊 竟蒙全身的灵力狂涌出来 让四周的飓风又猛烈了三分 那乌黑的长矛瞬间被一头 扎进了白色飓风之内 随后砰扑之声响起 黑色长矛一闪即逝的 便从那飓风中洞穿而过 锋利的矛头长长的毛杆 全是斑斑点点的鲜红血迹 那飓风瞬间停了下来 露出了里面的黄脸男子 其身形呆滞地站在原地 冰盾和绿色护照荡然无存 胸膛的心脏处更是多出了一个 拳头大小的透明孔洞 伤口周围是乌黑焦糊的一片 仿佛被什么灼烤过一样 那男子是一脸惊讶之色 似乎还有些不相信的样子 但是这时 那根乌黑的长矛滋拉一声 再次化为了黑压压的飞蚀群 毫不客气地向男子狂涌而上 将其一下扑倒在地 并且瞬间布满全身 那男子在地上只惨叫了数声后 就声响全无了 过了片刻 飞蚀群漠然腾空飞起 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落了下来 重新变得和那些杀力是一般无二了 而男子倒下的地方是空空无物 竟已被群蚀吞噬得一干二净了 这一幕自始至终 被远远站在山顶的韩丽 看得一清二楚 他心里震惊之余 神色却有些古怪起来 铁活仪 应该没错了 真没想到 在这里 竟会见到这种灵虫 第三百一十六集 当这种飞蚁刚一出现时 韩丽尚未认出这些黑色飞虫的来历 但当他们不惧那黄脸修饰的飞刀法宝攻击 并在最后凝成一把长矛时 他才认出了这些铁活蚁来 铁活蚁这种在骑虫榜被列在三十七位的灵虫 算是最厉害的几种飞蚁之一了 因为这种飞蚁不但刀枪不入 而且不惧大部分的法术攻击 除了水属性和冰属性的中阶以上法术 可以对他们造成杀伤之外 他们几乎有着和噬金虫同样变态的防御力 并且在抵挡法宝直接攻击的方面 还更胜噬金虫一等呢 当然了 他们没有噬金虫那吞噬灵力的变态本事 不过相应的也有喷吐黑色烟火和群体组合变形的可怕能力 有了这些能力的铁活蚁群 某种程度上说 就是一件可以随意变换形状的火属性法宝啊 凭借他们可怕的攻击性 普通的防御法宝和防御法术 根本无法阻挡他们的权力一击 那黄脸汉子的惨死也并不算得如何冤枉 近千余年来 已经很少有人碰见这铁活蚁了 并且群蚁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小 算得上是一种近似绝迹的灵虫了 此时呢 韩力正望着黑沙漠 脑中想着铁活蚁的资料 在原地是有些出神 看来铁活蚁就是黑色沙漠的天然陷阱了 虽然不知道沙漠到底有多少像刚才那样的飞蚁群 但是从黄脸修士才刚进沙漠百丈 就碰到了蚁群来看 整个黑色沙漠的蚁群绝不会少 说不定数万规模的超大一群也可能存在的 想到这里 即使韩力也觉得背后是寒气直冒 他匆匆将身上的几个锄带用神石扫了一遍 中阶的冰属性和水属性灵符倒有十几张 应该可以对付两三群像刚才规模的铁活椅了 但用这些浮路就想横穿整个沙漠 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了 不过当韩力的目光落在装着蚁群虫的几个灵兽带上时 形状却不禁移动 不知用蚁群虫来对付铁活椅是否有奇效 毕竟蚁群虫的排名可是在铁活椅之上的 而且数量众多 看这些铁活椅的外壳颜色 也没有进化到传说中的黑金阶段 应该和我的蚁群虫同处在半成熟的时期 如此一来 我便完全刻意用蚁群虫一试了 这个念头一再含力心力生出 就不可抑制地高涨起来 他勉强按捺出心神 重新思量一会儿后觉得似乎是没什么问题 就决心用刚才的铁活椅群来试那么一下 即使施金虫对付不了他们的话 我还有那些中阶俘禄 也可自保无碍地再退出沙漠来 于是含力脸上一冷 人就从山顶急奔而下 直奔到黑沙漠而去了 一会儿的功夫后 含力就在沙漠的边缘处停下了脚步 他望着地上的黑色沙粒 眼睛是微眯了起来 他忽然一弯腰 从地上抓起一把黑沙粒 放到了眼皮子底下 是凝神细望起来 片刻之后呢 含力冷哼一声 忽然黄光一闪 无止使劲地一合 随后再缓缓松开 结果手掌中的沙粒 大部分都扁平了起来 竟没有几颗被捏碎的 什么黑沙漠 原来是一些含黑铁的矿粒 不过 竟能将铁矿粒铺成 这本广大的沙漠状地形 当年的徐天殿主人 还真是了不得的大手臂 当他将手中的东西一扔 人再站起时 却眉头漠然一皱 接着 他往腰间的灵溪 配上轻轻一拍 白色光照 便顿时出现在了身上 刚才因为躲避那黄脸羞氏 他不得已将玉佩的 壁虎功效关闭了 全凭修为是硬撑至今 如今才靠近这黑沙漠 那扑面而来的热浪 就让他头晕脑胀起来 这让韩利心中一惊 急忙重新动用了灵溪配 此时可不是节省法力的时候 韩利没有再迟疑 望着那铁火蚁裙的地方 小心地走了过去 脚下灼热无比的沙力 四周好似燃烧的空气 即使有灵溪配和壁火宝衣 同时使用 韩利仍然是有一种 要窒息的感觉 紧走了三十余丈的距离 韩利就叹了一口气 伸手往锄袋中一摸 一颗温润的珠子 就出现在了手上 他没有犹豫地 往其内注入了一些灵力 顿时白光一闪 一股寒气 从珠内是散发了出来 韩利顿时觉得 四周良意大声啊 精神不由的一震 当即加快脚步 当韩利距离那铁火蚁裙之地 尚有五六十丈之时 他就停住了脚步 仔细地瞅了那里一眼 潜伏不动的铁火蚁裙 和附近的黑色沙力 极难分别 即使用神识探测过去 仍不易辨明他们的存在 乙群身上的灵气波动 若有若无 仿佛天生就加持了 极高明的脸稀术一样 看来 想用神识大开 远远避开乙群的方法 是行不通的 只能用石金冲一时了 韩利神色凝重地 两手一挥 树枝灵兽带 从他身上是腾飞而起 漂浮在了半空之中 然后他双手一掐法绝 带口同时大张 无数的仕金虫群是狂奔涌出 化为了金银色的云霞盘旋在上空 灿烂异常 去 韩利望了一眼上面的金银色虫群 心中自信 便也多了几分 单凭数量来说 这仕金虫也不是刚才的铁火蚁群能比的 于是翁的一声 光灿的云霞迅速飘向了前方 向地面铺天盖地地照落了下来 但未等他们降落到地面上 黑色虫云便猛然腾空飞起 迎上了仕金虫大军 在两股虫云接触的瞬间 两者之间一片黑芒是骤然升起 大片的幽暗火焰从蚁群中喷射而出 毫不客气地将仕金虫是狂卷在了旗内 显然蚁群也知道仕金虫的可怕 抢先使用出了他们的驱火天赋 这若是其他种类的虫子 被这诡异的火焰如此一烧烤 即使不全军覆没 恐怕也得损失惨重了 可是仕金虫们在黑色火焰中若无其事 反而瞬间将这些黑色火焰是吞食得干干净净 随后便嗡名着冲向了乙群 两种颜色的红流是狠狠撞击到了一起 交织撕咬到了一块 并且发出了刺耳的尖鸣声 大批的虫狮从天上是接二连三地掉落下来 其中黑色地占了大多数 而金银色的倒是极其稀少 仕金虫群在接触的瞬间就大占了上风 片刻之后就大有全歼对方之势 那铁火乙群也察觉到了不妙 剩下的残余发出了微弱的低鸣声后 忽然聚集到了一起化为了一根乌黑的箭矢 接着便飞也似地冲出 仕金虫群的拦截就像要逃之夭夭 可就在这时 一道耀眼的青色剑光从天外惊鸿而来 一闪即逝地便斩在了那剑杆之上 剑矢一阵颤抖速度一下大减 这略以耽搁的功夫 仕金虫群便蜂拥而上 一下将剑矢死死地困在了其中 转眼间黑色淹没在了金银色的海洋之中 等虫群徐徐散开之时 剑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个时候韩丽才缓缓地走了过来 他平静地看了看地上的虫尸 摸了摸下了 死掉的仕金虫不多 只有数百只左右 这点损失我还不会放进眼里 看来仕金虫果然比铁火以利还那么一点 并且仕金虫的数量在争斗中 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毕竟以十倍铁火以利的数量 他们自然大占了便宜 看来我凭着仕金虫过黑沙漠不成问题了 韩丽又望了望满地的虫尸一眼 目中一光一闪后 口中一阵低笑声响起 顿时金银色的虫云是呼吱一声从天而降 如同秋风扫落夜一般 将地上的虫尸吞噬得一干二净 然后便乖乖地飞进了韩丽再次寄出的灵兽袋中 韩丽将几个皮带一收 向黑沙漠的深处眺望了一眼 就毫不迟疑地走了过去 一日后韩丽在沙漠的深处面 表情地凝视着天空身形一动不动 天上多达十几万的仕金虫和铁火椅正在前方不远的低空处拼命地撕咬着 虫尸如同雨点般地从高空中跌落下来密密麻麻地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 实在是有些让人触目惊心哪 而韩丽的眉宇间呢 以似阴丽之色是不经意地闪过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日光景 我损失的仕金虫数量就高达了近万只 我几乎没走过一段距离 就必定会碰到一群铁火椅 其数目从两三千到万余之并不固定 而这次碰见的超大规模的铁火椅群 更是有五六万只左右的数量 估计此战过后 我的仕金虫最起码又要伤亡击把前置了 试金虫的再次孵化 可是一件耗时很久的事情 谁知道什么时候重寻 又可以再得到补充呀 再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后 黑色的蚁群终于褪败了 除了残余的数千只突围远顿外 其他的飞蚁都变成了试金虫的腹中美餐 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韩丽懒得再多费什么手脚去追那逃逆的铁火椅了 他往头上的寒冰珠喷了一口精气 让冰寒之气大胜一番后 便精神一阵地继续上路了 估计我现在应该走到了沙漠的中心地段 所以才会遇到如此庞大的飞翼圈 如今我要赶紧上路 否则光是支持那两件屁火宝物的法力消耗 可这次韩丽仅走了二三十里地就面色一正 眯起眼睛往右侧的方向凝望过去 天刻后他面露出了一丝的疑惑之色 忽然方向一改地朝所望的某个沙丘走去了 当韩丽站在沙丘之上时 视线索急之处竟又出现了一群铁火椅 这群飞椅数量不多 但也有近万只的样子 他们正在疯狂进攻着一个淡蓝色的光团 光团是摇摇欲坠闪烁不定 还有人影在其中苦苦支撑 韩丽则冷冷地望着这一切 面上是毫无表情 就在这时 铁火椅忽然化为了一把锋利的长剑 带着黑色的火焰 是狠狠地斩向了那光团 在韩丽以为此人必死的情况下 却从光团中飞射出了一颗不起眼的碧绿色弹丸来 此弹丸一击中黑剑就扑施一声化为了一朵拳头大小的深绿色火花 汹汹汹燃烧了起来 长剑被磁火包裹的部分迅速地溃散开来 近百只铁火椅是纷纷跌落了下来 那碧绿色弹丸是什么异宝 竟如此厉害 连铁火椅这种天生火灵属性的灵虫都无法抵挡绿火的攻击 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看来修仙界内的奇珍异宝真是数不胜数 我还是太孤陋寡闻了点 绿色火焰的出现似乎更激怒了飞蚁群 他们再度地散开 疯狂地冲击着光团是一步也不再退让 而对光团中的修饰来说 似乎那种弹丸也所剩不多了 在击散了铁火椅的变形后 竟然是迟迟没有再射出第二枚 仍是苦苦地硬撑着 不过他似乎也发现了韩丽的存在 竟然在铁火椅的攻击下 一点点地向韩丽所在的沙丘是挪移了过来 韩丽默然地看了几眼后 一转身就要不理睬此人地继续上路了 我现在既然没有图谋对方宝物的意图 也没有浪费石金虫相救陌生人的兴趣 在这诡异的沙漠中 我的石金虫价值可比一般的宝物有用得多 我可不想白白地再损失一部分 但谁知 他刚走出了两步 光团中却传来了一声 有些熟悉的女子的嘶哑声 韩导游且慢走 我是袁瑶 麻烦导游出手相救 小女子一定时候重心 袁瑶 韩丽一听此话身形是呆滞了一下 迟疑了一会儿后 还是将身子缓缓地转了回去 这个世界还真是小啊 在这么大的熔岩路上 竟然偏偏碰上了她 既然她算是半个熟人 我倒也不会冷血到真的见死不救 况且 我前段时间思量过后 原本就有意偷偷找她有事的 现在倒也正好一举两得了 望了望已经黯然了许多的光团 她略一沉吟后 就往腰间的灵兽带上摸了过去 无数的士金虫随即蜂拥而出 当着袁瑶的面上演了一幕 虫群大战的好戏 士金虫仅仅付出了千余之的代价 就将这群铁火乙群轻易地全歼了 这让袁瑶惊骇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直到韩丽将士金虫不慌不忙地收回 她才清醒过来 急忙撤出了护体的蓝色光团 袁瑶的脸色因为法力消耗过甚 而有些苍白显得柔弱了几分 但看起来是更加的娇媚动人了 多谢韩道友出手相救 袁瑶实在感激不尽 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道友既然已经脱离了危险 那韩某就告辞了 韩丽转身而走 丝毫没有停留耽搁之意 韩兄这是何意 袁瑶还为仲谢道友的救命之恩呢 仲谢就不必了 在下只能救人一时 可不会帮人一事的 袁姑娘好自为之吧 随着此声话落 韩丽自顾自地走出了十余丈远 行动极为迅速 袁瑶一听此回复 苍白的脸庞便更加惊慌了 以她现在的情况 别说后面再遇到什么铁火椅 就是光抵抗炙热的高温 都快有心无力了 她自然不可能放弃 韩丽这根救命稻草了 于是她又叫声叫了几声 可是韩丽却视若无睹地 渐渐远去了 写慢 只要道友肯在后面的路上 出手庇护 那在下愿意重宝相赠 绝不会让道友 白白消耗法力的 重宝 听了这话 韩丽的身形停了下来 仿佛有些犹豫了 在下还有几枚青火雷 愿意全部送于道友 就是刚才那种绿色弹丸 韩丽徐徐回过身来 面带一丝玩味之色 青火雷 是魔道青阳门的秘制火雷 每一枚炼制 不但要消耗大量珍稀材料 并且耗时极久 其威力 足可以和原因期修饰的 原阳之火相调高下 我现在还剩有三枚 就都赠予道友吧 云瑶一只雪白的柔蹄一身 浴掌中三粒晶莹温润的 绿色弹丸 便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时 韩丽已经不急不躁地 重新走了回来 看了看那三粒弹丸 这青火雷 的确算是一件异宝 但是光凭此物 韩某不会为之冒险的 在此地多带一个累赘 在下的法力消耗最起码要增加一倍 换作原道友 会这般冒险吗 听了这话 原瑶是欲容微变 脸上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后 竟忽然妩媚地笑了起来 韩兄到底有什么条件 尽管说就是了 小女子不想再兜什么圈子了 莫非道友还想让妾身以身相许吗 以原姑娘的绝世融资 施展魅功 果然不同凡响 但是对在下却没什么用 道友还是节省最后一点法力 用来保命更好一些 韩兄到底如何才肯住在下 出此容颜落 尽管说就是了 冤瑶绝对照办无误 难道道友就不能看在 我们百余年前就相识 并一同闯过鬼屋的情分上 帮小女子一把吗 至于宝物 除了这几枚青火雷外 我身上实在也没有什么其他 可以拿得出手的了 韩丽虽然还是似笑非笑的人情 可心里却有些诧异了 这位原谣还真是能居能深 形象多变呀 现在软语哀求的无礼柔弱模样 和刚刚一开始冷艳刚傲的印象 竟给我完全不同的感受 这实在有点诡异 看来这位女修能在百余年内 就从炼器器修炼到了结丹器 这还真有点不寻常之处 这样想着 韩丽却做出了沉吟之色 圆瑶的一双明眸 有点紧张地盯着她 露出了期盼之色 扮上之后她才双目一抬 似乎很勉强地说道 既然袁姑娘都提到了百余年前的一面之缘 在下若还不庇护道友 恐怕真显得有些冷血无情了 不过韩某的原则一向是不做白工的 袁道友若真想跟在下活着走出熔岩路 就把那只蹄魂兽让与在下如何 在下对此兽吸魂化鬼的能力 实在好奇得很 兜了这么大的圈子 韩丽终于说出了 最想从此女身上得到的东西 这也是她一开始就盘算的心思 有了此一手 我就可在和玄谷这老鬼合作时 多两分底气 并且从长远来看 这蹄魂兽的潜力也非同小可呀 你想要蹄魂 袁瑶听清楚了韩丽的话后 美目是漠然争得大大的 仿佛是有些不太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怎么 难道不行 我把蹄魂交给你 你就带我走出熔岩路 不错 韩丽隐隐觉得对方的反应 似乎有点不对劲 那好 那就这样说定了 提魂兽归你了 此女几乎在韩丽肯定的同时 就马上一摘腰间的某个零售袋 接着便毫不迟疑地递给了韩丽 竟是一点犹豫之色都没有 这一幕啊 让韩丽眨了眨眼睛 心里有点毛毛的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对方竟有种迫不及待 此时啊 圆瑶一张嘴 只见一颗灰色的珠子就从其口中吐出 落入了手掌之内 这是明魂珠 也是控制提魂兽之物 只要将此物用炼化普通法宝的方式将其炼化掉 这只提魂兽就永远是你的了 我得到此兽的时间不长 还未将其真正炼化掉 现在你将我上面的神石痕迹强行抹掉就可以了 圆瑶笑吟吟地解释道 并且将其递给了韩丽 韩丽看了看这明魂珠 目光微动 却没有伸手去接 此珠他自然是知道的 在过鬼屋时 他曾经避着此女和子灵传声 询问过提魂兽相关的事情 明魂珠的事情就在其中了 他后来就是看出 对方无法得心应手的指挥提魂兽 才知此女其实并没有炼化成功明魂珠 于是才打起了这只异兽的心思 可现在 对方像丢瘟神一样的将此珠丢给了自己 并且眼中隐含窃喜之色 这让韩丽心中是疑惑大气 倒也不心急接过此珠了 见韩丽未立即接过明魂珠 圆瑶眼中秋波闪动 轻笑了一声 怎么 韩兄不想要此物了 还是怕我给你的明魂珠有假 是不是假的 仅凭上面的阴魂气息 韩某倒也是辨识得出来 只是在下对提魂兽所知实在不多 不知炼化了此珠后 对自身有何害处吗 怎么会呢 若真有什么问题 小女子又怎会亲自炼化此珠 只不过在炼化过程中稍微有些不适 只要忍耐过去也就无适了 不适 韩丽皱了皱眉 凝望了此女一会儿 随后她又看了看那珠子 她知道 对方所言肯定有不实之处 但现在也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沉吟了一会儿后 她还是决定先收下此珠 等以后再慢慢研究 若真有害处 顶多不练化此珠就是 毕竟只要有了此珠 同样可以指挥那提魂兽 想罢 她就把此珠小心地收入了储物袋中 走吧 在走出熔岩路的这一段时间内 我会尽量保全袁姑娘的性命 但丑话说到前面 若真碰上了连韩某自己都无暇顾忌的危险 袁道友还是自行逃生吧 韩丽收好冥魂珠后 冲着袁瑶冷静地说道 然后她用手指一点头上漂浮的寒冰珠 顿时阴寒之气大胜 一下将对方也罩在了其内 这是自然的 若真碰到了这种事情 袁瑶也认了 不过小女子相信 凭着韩兄那些金银色甲虫 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大 韩丽是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 袁瑶见此微笑着连步轻移 走了几步后和韩丽并肩而行 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因为离韩丽身边越近 那寒冰珠散发的阴寒凉气 就越充足一些 所以呢 她自然要让自己更舒服了 说起来 这次的冰火道实在是有些诡异 怎么会出现黑色沙漠 还有这么厉害的飞翼群 若不是我身上正好有一些青火雷 恐怕根本坚持不到和韩兄见面了 可就这样 还被他们毁掉了一件防御的古堡 袁瑶一边神色轻松地走着 一边幸存微动地抱怨着 黑沙漠以前没出现过 一听此女所言 韩丽心中一正 不禁沉声问道 韩丽也觉得 在此就出现铁火椅 这般厉害的灵虫 似乎有些不对劲了 除了那些有特殊神通 和某些强力法宝的修饰外 就是结单后期的修饰 进入黑沙漠后 能否全身而退 都是两说呀 没有 这黑沙漠 是第一次在熔岩路上出现 以前过此关的修饰 只是面对高温 以及各种危险的地形 顶多就是在遇见一些岩寿而已 从没出现过这种古怪的飞翼 若是知道有这种厉害的蟻群存在 相信愿意闯熔岩路的修饰 肯定是少之又少了 或者大部分人加过鬼屋之后 就会直接打到回府了 没有修饰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 这么说 冰火刀确实有点不正常 绝对不正常 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 在玄京道的一片血红色冰柱林内 轻易居士倒背着双手 望着天空说着同样的话语 此时在他四周 无数寸许长的青芒 围绕其身体上下盘旋飞舞着 外面则黑压压的足有数百只银色的小兽 这些小兽酷似老鼠 不但皮毛荧光闪闪 并且头上还都生有一根短小精致的银角 显得小巧玲珑 他们围着老者不停地化为一道道荧光 像箭矢一样地用银角不停地撞击着老者 竟然发出了打雷一样的轰鸣声 看起来是声势惊人之气啊 可那些青芒在老者身前却是纹丝不动 任凭荧光乱射是丝毫不乱 找死 如山老者似乎被这些怪数的攻击声给惹烦了 重新低下头后的他 脸上一寒的大袖往外一挥 顿时那些青芒便爆裂了开来 耀眼的光滑照亮了方圆数十丈的范围 让人无法睁眼注视 片刻后啊 青光便暗淡下来 地上躺满了银白色的小兽的尸体 每一只上面都插着密密麻麻的银色细针 闪着幽蓝的寒光 轻易局势神色不变 显然这种结果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了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地面 就伸出一只枯瘦的右手 往虚空处轻轻一招 只见地上的飞针是万流归宗般的 重新化为了青色刺芒 飞进他的身体之中就引入不见了 银光鼠 第二关 怎么会出现这种鬼东西 难道是 老者脸色阴沉地思量了起来 站在原地是一动不动的 既然玄京道都出现了银光鼠 那看来熔岩路同样也会和一件不一样了 那姓韩的小子恐怕麻烦大了 随后他哀声叹气地身形晃了几晃 人就从原地消失了 在四周高耸的血色冰柱中 只留下了满地银色小兽的尸体 显得有几分诡异 在大峡谷某处无光之地 有两个声音在黑暗中 不慌不忙地交谈着 这次动用了铁火椅和银光鼠 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 以前我们虽然也在历次探宝中动了些手脚 但还算隐秘 可是这次黑沙漠和血冰林的出现 有点太明目张胆了吧 除了少数没有经过这两处的人外 恐怕正魔两道的大多数杰丹气修士 都要葬身于此了 到时候面对万天明和蛮胡子等人 恐怕再也糊弄不过去了 糊涂 你真以为以前在虚天电动的手脚 正魔双方都不知道 他们早就心里有数了 只是以前我们星宫势大 他们故作不知罢了 他们也指我们只能操纵徐天电的一些小进制 根本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只是每次探宝之行时 让正魔的结单期修士多挂掉几个而已 黑沙漠和血光林 是我所能控制的最厉害的进制 就这样动用了 我还是觉得有些可惜 毕竟是我们上代星宫之主 费了好大功夫才得以掌握的 一点都不可惜 现在外面谣言满天飞 两位圣主又到了闭关的关键时刻 根本联系不到 弄得乱星海人心惶惶的 就是我们星宫的内宫弟子 都有些人心不稳了 宫中的事情 此时全仗我们几个老家伙在硬撑着 可此刻正魔两道全蠢蠢欲动了起来 我们几人很难压得住局面 若单独面对正魔任何一方 我等还不会惧怕 但就怕他们双方忽然连起手来 这就糟糕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 只有先强行削弱两道的实力 让他们心存疑虑 并摸不清我们的真实情况 毕竟星宫统治乱星海这么多年了 他们不可能不心存顾忌的 只要再拖一些时间过去 两位圣主就会闭关出来了 到时即便他们联手了 我们也大可无忧了 毕竟万法门的疯婆子 和圣魔岛的六道 面对我们圣主的原慈神光 也只有褪毙三尺的份 铁火椅和荧光鼠禁制的动用 也是逼不得已的事情 除了这两个禁制外 其他的都无法对结单期修饰 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力 起不到应有的警告效果 也体现不出我们的强硬态度 至于顾虑对方会借此生事 你更是杞人忧天了 看他们的双方架势 十有八九又是冲那须天顶而去的 死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门人弟子 他们根本不会多此一举的 顶多在心里大声闷气罢了 听了这话 第一个声音轻叹一声便漠然无语了 似乎是认可了对方的判断 这是我们上路后 遇到的第几群飞翼了 韩丽望着地上的虫尸 缓缓地问道 第七群了 虽然遇到的乙群较平凡的点 但总算没再碰上万只以上的大乙群了 站在韩丽身边的袁瑶很乖巧地问道 现在已是他二人一起上路的半日之后了 听了此女的话语 韩丽皱了皱眉 脸色有些阴沉 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 她想了想 伸手冲试金虫群一招手 所有的飞虫便化为了光灿灿的云霞 飞回到了浮在半空中的灵兽袋中 韩丽将灵兽袋不慌不忙地收好了 怎么 道友的神色似乎有些不太高兴 我们已经走过最危险的沙漠中断了 后面应该会安全多了才断 安全 你真的这样认为 难道后面还有什么危险 后面还有什么危险 我还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前面遇到的蚁群中 并没有蚁后级的存在 不是整座沙漠就只有一个蚁后 就是我们的运气不错 几只含有蚁后的超级蚁群 至今还没有碰到 后面的路程 还是小心点好 若是再走半日还是没事 才是真的安全了 也许你多心了 这种飞翼如此的厉害 也许根本就没有以后 希望如此吧 韩丽倒没有在争什么呢 虽然她心中很清楚 铁火仪可是有以后级的存在的 并且以后虽然个体实力一般 但据说灵质却是高得吓人 碰上了 肯定是难缠之机 受到了先前这些话的影响 后面两个多时辰的赶路 二人就没有再说什么话了 但是更蹊跷的事情出现了 后面的这段路程 他们竟然连一只蚁群都没有在碰见 这下就是袁瑶自己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脸庞上隐隐露出了一丝不安之色 不过呢 当二人在无意中翻上了一座高高的沙丘 向前方一望时 便都惊呆了 这是 只见在这座沙丘前面的沙地之上 孤零零地出现了一座 高约二三十丈的巨大水晶柱 此晶柱是阴寒之极 不但闪烁着淡淡的白光 在其内还包裹着一个同样高大的黑色巨人 这巨人奇丑无比啊 怒目圆睁 更有一个光溜溜的大秃头 在水晶柱中是一动不动 实在是诡异无比 韩丽凝望了片刻 目光立刻往附近的沙地上一扫 地面上坑坑洼洼 遍布着或大或小的孔洞 仿佛经历过一场大战一样 安丽眼中一光闪动 重新将目光落到了巨人身上 只是这次看到巨人的一只眼珠时 他有些疑惑 咦 韩道友发现了什么 安丽微微一笑 没有回复此女的询问 反而是半眯着眼睛将神石放了出去 在确定附近真没有其他人潜伏之后 他竟然直接走下了沙丘 大步向的水晶柱走去 哼 将韩丽这般故作神秘的样子 原谣是大声闷气地露出几分不快之色 但是呢 也只能跟了下去 第三百一十九集 当韩丽走到了离水晶柱 只有十余丈距离的时候 袁瑶是满脸惊愕 飞蚁 以现在的距离 他终于看清楚了巨人的真面目 那竟然是由无数的黑色飞蚁 凝聚而成的 不过 这些铁火蚁在水晶柱中 却是纹丝不动 不知他们是生是死 此时 韩丽已经停下了脚步 望着眼前的水晶柱 是沉吟了起来 既然这飞蚁已经死了 我们还是走吧 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你怎么肯定他们死了 说不定还活着呢 活着 这怎么可能 万法门大名鼎鼎的古堡玄黄境 难道你不知道 只要此宝照住的生灵 马上就会魂飞魄散 并且周身会浮现这种水晶棱柱 再过数日后 金柱内的身体也会化为乌有的 我没听说过 那照这么说 这些虫子 应该是那万天明出手灭掉的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你想打什么主意啊 这些水晶 除了到一定时间自己会化掉外 一般的法宝 可是无法破坏他的 否则玄黄境 就不会有这般大的名头了 袁瑶瞥了韩丽一眼 仿佛猜到了几分他的心思 韩丽听了这话 平静地望了他一眼 两手往腰间一摸 所有的灵兽带都被他寄了出去 巨大的赤金虫云 漠然出现在了半空中 去 韩丽毫不客气地用手 一指那水晶柱 顿时金银色的虫云 一下压了下来 瞬间便爬满了水晶柱的顶端 是密密麻麻 风雨不透 你还真想打这些 非以残骸的主意 你的虫子虽然厉害 可也不可能咬得动这根 袁瑶的话只说了一半 声音便戛然而止了 因为那白色晶柱包裹着的巨人 在他肉眼可视的情况下 是飞快地从上到下地缩短了 转眼间巨人的头颅就彻底消失不见了 在园瑶震惊的目光中 弑金虫将如此大的一根金柱 连带水晶里面的巨人都一起吞食得干干净净 只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鸡蛋大小的 金球状的物品 闪着神秘的黑光 韩丽一见此物啊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几步走了过去 将其捞在了手上 此物叫炼金 是那铁火以后每日进食矿石后 才会返土存在腹中的一种罕见的材料 知道它的修饰寥寥无几 我也是在看到了 作为巨人眼珠存在的铁火以后时 才木然想起了此事 于是就姑且一试 没想到竟真得到了这么一块链金 这可是加强法宝的最佳辅助材料 任何法宝之中 只要参入一些这种材料 不但威力会增长不少 就连法宝本体的坚固程度 也会立刻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很难再被什么东西轻易地折断击毁 也不知万天明是根本不知道此物 还是一时疏忽忘了此事 现在只要给我留出一点时间 把青烛风云剑重新计练一下之后 想必这套法宝的威力 就能更上一等了 元瑶显然不知炼精是何物 但看韩丽满脸的喜色 也知道这肯定是好东西 但她倒也识趣地 没问什么不该问的东西 两人是二话不说的 便直接上路了 这是一处简陋之极的石殿 面积有五六十丈之广 高约七八丈 除了当中的一座传送阵外 四面各有一个数丈高的巨大青石门 此时各门紧闭 将这里封闭成了一个大型囚室一样的存在 在石殿内还摆有大量各式各样 无意相同的石桌石凳 租有数十个之多 这些石凳上正坐着西西拉拉的五六名神色各异的修士 基因祖师 庐山老者 还有那万天鸣都是赫然在座 其余的修士则也都是结单后期的样子 竟然没有一名稍弱点的修士 但是此刻呀 他们人人都脸色阴沉 没有兴趣说下什么 石殿内充满了压抑之极的气息 基因祖师更是脸色完全铁青着 瞪着那中间的传颂阵 眼中凶光闪动不已 这些人都是从冰火道最先出来的修士 黑沙漠和血冰林 对基因祖师等原应其修士自然不能构成威胁 但是对结单后期的修士来说 还是吃了不少苦头才能脱身 至于修为再弱些的修士 那可就凶多吉少了 以至于到现在还只是有这几个人而已 此刻基因和轻易居士 自然都是在担心韩丽的小命了 若是韩丽就这样泯灭在了熔岩路上 那血雨之珠自然也无法幸免 到时候我们几个人可就白欢喜了一场 特别是那基因祖师 因为牵扯到的利益最大 其心情的糟糕程度比那轻易居士还有胜三分 万天明虽然稍微从容一些 但是也是一脸的寒意 他低头凝望着一双宽大修长的手掌 是一言不发 这三位元英七的修士自然知道冰火道的异变 肯定和还未出现的新宫长老大有关系 这让三人同时是恨得牙根痒痒 内心呢也是大声忌惮 不知星光此举究竟是何用意 难道真的要在这徐天殿内就和我们正魔双方撕破脸皮了吗 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 时间是一点点的过去了 蛮胡子 天物子 老农 还有乌丑和玄谷等 都先后传送到了十殿之内 这些人或一脸的晦气 或是咬牙切齿 显然对这次的异变 众人都在心里破口大骂那星宫之人呢 这时 离冰火道关闭的时间只有小半日了 见韩丽还没有出现 即因那原本因为乌丑通过 稍缓和的神色 是又变得难看起来 乌丑之所以能通过冰火道 这可多亏我事先给她的一件古堡方式 我可不计希望韩丽也同样有此等级的宝物方身 想必那轻易和蛮胡子 同样也懊悔不羁吧 毕竟以他二人的身份 也有几件威力不错的古堡 若是都借给了韩丽 想必她自保肯定是无忧的 想到这里 即因不禁郁闷地 瞅了那老者和蛮胡子两眼 那如山老者正在看着传颂阵 面容是阴晴不定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蛮胡子则仰手望着垫顶 下巴微动 在喃喃自语着什么 显然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 看到这里 基因便越发窝火了 没有了续语之中 下一步该如何走呢 玄谷这时盘坐在一张石桌上 双目半壁 似乎进入了炼气之中 没有看到韩丽的身影 这既有点意外 但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看起来 韩丽的真正实力 顶多就和结丹后期的修士差不多 她能否通过产生了异变的冰火道 本就是无误之说 不过没有了韩丽的出手相助 我一人对付那基因的话 恐怕要力有不及了 我是否还要在这徐天殿内出手呢 也许另寻合适的时机 准备再充分一点 我得手的机会 反而会更大声一些 有些无奈的玄谷 不仅在心里 将那两位星宫长老 再次痛骂了一顿 至于万天明等正道修士 也同样的一肚子苦水 他们一些 借助结丹期修士力量的原定计划 也不得不做更改 就在十殿内 众人心绪万千 各怀鬼胎之际 新宫的那两位白衣长老 竟然在此时出现在了传颂阵中 顿时 各种神情不善的目光 是同时盯在了二人身上 哎呀 不知是哪位莽撞的道友 竟然在过冰火道时 触动了一些厉害的进制 让峡谷内产生了大变 我们二人特意寻觅了一下 可惜没有发现解除的方法 这次恐怕让我们修仙界 损失了不少的同道吧 我二人有亏此次的职责 此次虚天殿之后 一定回去向两位圣主请罪 并念碧百余年 一赎失责之过 那位慈眉善目的白衣长老 无视众人的阴寒目光 往四周打量了一遍后 就哀声叹气地说道 仿佛真的很痛心疾首的样子 不要脸 几句轻飘飘的话语 就像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好像真的不关星宫的事情一样 不过星宫的名头 还是无人敢轻易触碰的 虽然殿内人人都冷眼注视着这二人 但还真没有哪一位 敢主动上前质问他们 这两位白衣长老互望了一眼后 便也相视一笑地 找了一个角落坐下 闭目养神起来 就在众人觉得有些不甘心 可又无人愿意做出头鸟之时 传颂镇那里白光闪动 再次出现了两个身影 正是韩丽和袁瑶 不过呀 袁瑶这时又恢复了黑袍罩身 男女不变的模样 似乎对石殿中的某些人 是心存忌惮之心的 韩丽 基因祖师在韩丽的身形 刚一出现的同时 顿时双目一亮地喊了一声 接着他便满面笑容地 冲韩丽一招手让他马上过去 蛮胡子和轻易居士 同样也面露惊喜之色 忽望了一眼后 两人也是毫不客气地 往基因祖师那边凑了过去 韩丽暗叹了一口气 转脸对那袁瑶说了几句什么话 便强打精神地向基因祖师走去了 基因祖师将韩丽叫了过去 自然是一段寒暄温暖 标准的词诗模样 并且略略询问了一下 果容颜禄时的情形 韩丽自然不会细说了 便只是含糊地说了几句 就糊弄了过去 那基因祖师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反而是称赞了他几句 一旁的如山老者 则是面带微笑地看着韩丽 并且不时地插上几句 似乎对韩丽同样是关心至极的样子 而蛮胡子自视身份 只是在一旁冷眼相看 没有主动问过一句 但是在韩丽将那寒冰珠 要还给他之时 却是非常大方地把手一挥 表示就此赠予韩丽了 一旁的乌丑见到后啊 对他也就越发地敌视了 偶尔瞅向他的目光 充满了阴寒之意 那基因祖师仿佛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忽然瞪了乌丑几眼 接着便传声了几句声 那乌丑顿时将头低下 再抬头时 神色竟已恢复了正常 韩丽一边应付着基因等老怪 一边在心里思索着 我是不是也应该联系一下玄谷 看看对方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难道完全是剑机形势不成 第三百二十集 当韩丽一心二用之际 最后一点时间也过去了 时间一到 石殿中间的传颂阵 漠然消失了踪影 此处的修士 只有十几人了 可就在传颂阵消失的同时 四面墙壁上的石门 在一阵轰鸣声中 也自动声了起来 露出一条条深邃的青石通道 不知通往何处 这四条通道中有三条 分别通向了一座阁楼 每座阁楼内的东西都不一样 分别是古堡 丹药 功法等上古修士遗留的东西 但是每一样都有禁制封印着 任何人都只有一次 拿取一样东西的机会 一经到手 人就会立刻传送到下一关 极妙幻境中去 至于最后一条通道 则是直接通往下一关之路 谁走进去了 只能自认运气不好 白到此一趟了 这里的禁制有点奇特 通道通向的处所 并非固定不变的 人只要进去之后 就无法按照原路退出了 若是不想闯极妙幻境的道友 只要留在这十殿内 一段十日之后 就可自动传出须天殿了 诸位道友 好自为之吧 那慈眉善目的白衣长老 一见通道出现了 也没有站起身来 就这样盘坐着 缓缓地解说了一番 可这次其他人听了 只是冷眼望了他一眼 就没人再理会了 此位兴工长老见此 便微微一笑地 又闭上了双目 既然到此的修士 显然没人愿意 白帽子风险而空手而归 因此这位的话没说多久 当即就有人一言不发地 大步向其中一条青石通道而去了 片刻之后 此人的身影就无声无息地 消失在了通道之内 见有人带头 其他人便也纷纷动身了 在目睹了万天明几人 各选一条地走进了通道后 吉因等魔道老怪 却冷眼相视地 没有急着走进去 吉因冷眼瞅了一眼 两名还盘坐不动地 把一长老抽出了一下 忽然从身上拽下了一根 晶莹发亮的手链来 这链子上 穿着四颗拇指大小的 椭圆珠子 散发着淡淡的清光 这是婆罗珠 具有定身安魂的奇效 有这四颗珠子在身 极妙幻境的危险 就是突然大上数倍 也应能保你神志清醒 说完此话 吉因祖师郑重地 将这条手链交予了韩丽 韩丽心中一喜 没有推辞地便接了过来 口中连声称谢 这婆罗珠的名声 我可早就听人说起过 据说 只要带了这么一颗在身 在修炼时 就可大大减少心魔的干扰 是珍惜至极的宝物 吉因祖师竟奢侈地 一下用四颗 穿成了手链而用 并为了确保 我能够通过最后一关 就这么给了我 这真是令我太意外了 看吉因祖师 不舍的肉痛模样 估计过关后 即使不好意思马上要回 但在我取宝没有利用价值后 肯定也会被其收回去的 不过现在 虚天殿中人人各怀鬼胎 即使吉因祖师这位 原音其修士 没有玄固再偷偷算计着 这位名义上的师父 能否活着走出虚天殿 我也很怀疑 韩丽将这链子 当着吉因的面 戴在了手腕上 并且重新细看了一下 这些婆罗猪四目飞目 四金飞金 还有一种 檀香式的香味 从上面悠悠传来 让人闻了是头脑一凉 精神大振 果然不同凡响 按理说 有这几颗婆罗猪应该足矣 但为了保险起见 韩小勇将此物也带在身上吧 这是我修炼的清明珍福宝 论威力 绝对比普通法宝强上数倍 你带着防身吧 如山老者这时 掏出了一张青色的符绿 免带笑意地递给了韩丽 清明珍福宝 一听这话 韩丽先是遗症 但随即便兴奋了起来 这可是原音其修士的福宝啊 青珠风云剑的劈血神雷虽然厉害 但毕竟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 有了此物的话 我的安全自然就多了几分保障 韩丽没有客气地同样收了起来 并且恭敬地道了几声信 这时 蛮胡子二话不说地 直接扔过了一件有黑的内甲 上面镶满了一些银白色的鳞片 显得沉甸甸的 还是蛮凶出手大方 竟将这件一宝黄鳞甲给小徒保命 在下先带小徒多谢了 哼 这件保甲 百余年前还能对我有点作用 但现在我的脱天功早已大成 此物就暂借这小子保命用吧 希望到时不要让我失望 否则 蛮胡子冷冷地望了韩丽一眼 面带争鸣之色 韩丽闻言不禁神色微变 急一听此甲只是暂戒 脸上立时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但随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哼 好 小徒有这几样宝物防身 想必遭遇什么样的意外 也都可以安然脱身了 我等去取宝吧 这通道的开启可是有时间限制的 听了这话 蛮胡子和老者都没有什么意见 但却也没有动身的意思 而是大有深意地先看了韩丽一眼 韩丽一正 但随即便苦笑了一下 看来这几人还是怕我临阵退缩 非得看我先走进去才行啊 于是 韩丽随意找了一条通道走了进去 急一和老者等人 这才相视一笑地选了另外三条 走了进去 你不觉得魔道等人的举动有些奇怪吗 当十天之内只剩下两位白衣老者时 那位面无表情闭目的冷脸老者 缓缓地说道 虽然这些老怪使用了手段干扰了我等的探厅 但从行为上看 他们好像对那结单初期的小子的确很重视的样子 还给了他好几件东西护身呢 你怎么看 这能让魔道老怪都如此重视的 自然只有利益了 而此处能让他们动心的也就持久内殿的虚天鼎 那结单小子可能对他们取宝大有帮助吧 去虚天鼎 他们这些人还真能白日做梦 除了那几种应在乱星海早已灭绝的灵兽外 这根本就是妄想之事 否则上几代的圣主早就将此物收走了 还能轮得到他们 这事可不好说 说不定 这些人还真弄到了什么蛮惶遗众 只要有些人肯花大把的时间和心血 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 既然这样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偷偷跟进去吧 没有取出来最好 说他们真将此宝弄出来了 我们自然不能再让补天丹落入他人之手 也只有如此了 此时的韩丽可不知道 他早已引起了星宫两位执法长老的注意 此刻的他正惊讶地沿着一条盘旋而生的青石台阶 一步步地往高处走着 脸上满是诧异之色 进入了随意选择的通道不久 他面前就出现了一个个连绵不绝的青石楼梯 走了足足有一顿饭的功夫后 仍是没有尽头的迹象 难道这阁楼竟休息在如此高的地方 抱着心中的疑惑 韩丽倒静下心来沿着台阶 不慌不忙地一点点攀升着 再往上走了约百余杖后 韩丽终于看到了一抹亮光 他顿时精神一阵地加快了脚步 在转过一个拐角后 一个普通的方形出口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顺着出口向外隐隐地望去 外间的情形让韩丽神色一动 暗黄色的天空 灰蒙蒙的雾气 没有蓝天和红日 一切都是阴晦不明的颜色 这竟是一个深不可测 圆柱形的巨大空间 猛一看似乎非常狭窄 四周是浓浓的迷雾 无法透视分号 方圆近千丈的不大面积 让韩丽将此处是一览无遗 他竟然就站在雾壁上开出的 一个窗口一样的地方 在前面有一道长约数十丈的白玉长桥 就这样凭空浮在高空中 此桥是精致异常 雕龙画缝的 一头连着方形出口 另一头则通向一座空间正中处 漂浮着的四角楼阁 此楼阁高有三十余帐 分为两层 通体使用美玉雕气而成 在虚空中闪闪发光 并有一层淡淡的白色荧光将楼阁照在了旗内 看来此处是被布下了极厉害的禁制阵法了 韩力缓缓地踏上了玉桥 一步步地向那宝光阁走去了 走到了玉桥中心处时 韩力不禁歪了一下头颅 向玉桥的下方瞥了那么一眼 只见下面是如同万丈深渊 根本看不到底 让人忘了是心寒无比 韩力肃然胆大 但这一望之下 仍是觉得心神晃动 大有头晕目眩之感 他强忍着心中的不是凝望了片刻 还是一无所获地收回了目光 我的神势虽然强大 可如此深邃的程度 也是无法探知到的 然后韩力便不再迟疑地 直接向那楼阁走去了 这楼阁最起码是 普通楼阁的三四倍之大 楼阁的入口 则是一个半圆形的拱门 两张来高 并有一层黄色光幕 封住了拱门 韩力到了前门时 打量了一下光幕 他略想了想 手上轻光一闪 一道持续长的剑光就出现在了手上 韩力用手指轻轻一点 那青色剑光便轻轻地往光幕上一戳 顿时波纹荡漾 剑光便轻易地插了进去 丝毫阻碍都没有 这个情形让韩力有些意外了 他随即将青色剑光一收 将手臂同样地伸了进去 有点凉凉的 好像被一团液体包裹着的一样 韩力不再迟疑地 身险往前一窜 人便穿过光幕消失了 但是通过拱门后 站在楼阁里的韩力不禁震住了 他的眼前竟出现了一排排 丈许高的圆形玉台 这些玉台大小不一 由白色晶莹的美玉制成 密密麻麻地分布在韩力的面前 石台之上有光滑闪动 颜色各异的半圆形光照 倒扣在这台面之上 里面似乎都有些东西存在的样子 韩力目光微微一缩 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 一看到曝光阁三个字时 我便已猜到自己很可能撞了大晕 这个阁楼是有八九 藏有的是古堡 不过现在此阁楼空空无人 看来先前走这条通道的人 要么早已选好了古堡 而被挪移了出去 要么就是到了二层 想到这里 韩力细望了这些玉台 果然发现有个别玉台上 并没有那半圆形的光照 是空空如也的样子 我四处扫了一遍后 竟没有发现那通往第二层的楼梯 而且又失敗地 团队 какие不当赢了 停而报 如果把词都想认得过 现在还没有自信 全部你有内随 那么像